VB Radio 真相發掘 以下節目 所有內容純屬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你確定你對手上的聖經 遼如指掌 你確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識 真是神的演繹 當你指責別人是異端的時候 你自己又有沒有曲解聖經呢? 孝天讷 宗教研究學家 帶你從新的角度了解宗教 聖經研究 明珠台 Evangelion 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很流行 讲一讲圣经,突然间弹一两句 希腊文、希伯来文或亚兰文 因为他们说一两句,没有人懂得听 人家就不可以挑战他 说什么都要相信 问题是很多时候,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 他们受的训练是不足的 他们是无知,不懂事,是小学鸡 但他们又硬引用一些不熟悉的语言 很多时候会逐一说,就是乱野 中招 所以搞出很多笑话 有时我也想挑剔一下他们 今次我想挑剔的对象 就是一个叫做王彼得牧师的人 有一篇文章登在金灯台 就是2007年9月第131期 那篇文章叫做神创造人类的原本子 希伯来书,简明適宜 谁是王彼得呢? 本来我也不认识他 后来搜索一下就发觉 来头也挺厉害的 首先他是金灯台刊物 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其中一个顾问 另外我又找到他的一个简介 我当他是真的 他是谁呢? 他曾经在美国Follar神学院深吵 得过一个碩士学位 后来就在东南亚圣道神学院教书 甚至乎做过院长 现在是荣誉院长 这个简介 将他介绍为一个学识冤博的人 真厉害 看看他说什么 他这个文章主要是说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是在新约圣经里的其中一部份 虽然他的名字叫希伯来书 但因为是新约圣经 他用希纳文寫成 我想重点在这一段文章的这一段 他说 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有句说话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根据黄牧师说 天使在希伯来文 对不起 天使在希伯来文中 就是Elohim Elohim 除了天使之外 还可以解作神 黄牧师的意思就是 这里 翻译可能不应该翻译做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而是说 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神是创造者 人是受造者 所以就是上帝叫人 给创造者 即是神微小一点 啊! make sense 但是不make sense 就是 真是很大问题 他这里说 在希伯来文中 是Elohim 而这个字可以解作神 可以解作天使 是基于这个原因 他后面才可以说一大堆东西 但是问题是 Elohim 这字根本就不是希伯来文 大哥 Elohim 是希伯来文 大哥 是希伯来书 是希伯来书 天使这字 在这里 是angelos 是希伯来文 而并不是 Elohim angelos 识识英文都知道 angel angel 那个字就是来自希伯来文的angelos 这个字可以解作 大致上可以解作两件事 第一 就是一个超信人 一个messenger 就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 又或者直接 天使 但是不可以解作神 所以他这里整个立论 根本是错的 因为他不以为Elohim 是希伯来文 当然 他有可能会讨论 希伯来书 是有点复杂的 他这里说 你叫他比天使微少一点 什么什么 其实是一个引述 就是引述字 旧约 诗篇 第八篇 第六节 诗篇在旧约 旧约 当然是希伯来文 写成 在那里 的确有Elohim 这字 Elohim 的确可以解作神 又或者 可以解作天使都得 但是 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 因为 如果我们细心看看 在希伯来书 是希伯来书 它引述的 并不是希伯来文的诗篇 它引述的是希伯来文的诗篇 这些形状 你也看到每一只字 都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个直接的 抄写 引述 一个译文的 quotation angilos doxe timae 你仔細看 这个根本是一个 quotation 是来自希伯文的 当然 希伯文的诗篇里 根本是没有神这一字 因为它用的是angelos 而这个字可以解作天使 不可以解作神 的 所以 它在这里根本是完全 screw up 耶路显 不解作 耶路显是可以解作神 或者天使 但是它并不是希伯文 这是第一个错的事情 第二 在希伯来书中 根本不能翻译 你叫他给神微笑一点 只可以是你叫他给天使 微笑一点 所以如果他在这里想埋伯 以为他懂得希伯来文 以为那些读者不知道 你糟糕了 就让我抓到你 下次小心点 你确定你对手上的圣经 撩如指掌 你确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识 真是神的演绎 当你指扎人家是异端的时候 你自己又有没有曲解圣经 孝天作 宗教研究学家 带你从新的角度 了解宗教 圣经研究 明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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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反观